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埋子训续续学习自动化测试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使用 一个cell来管理我们的用户数据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 UserData.py中呢 增加了一个 一个cell管理的模块 那么我们 测试代码呢 读取用户数据的时候就使用这个接口来读取 那么 在测试完成之后呢我们会生成一个测试报表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们的测试报表 我们 上一节课所生成的测试报表使用的是 文本文件 大家来看这种测试报表呢 它只是生成了一个结果但是呢并不 有助于我们去 对它进行分析 因为这种格式呢比较乱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就来 介绍一下一个cell中的 xlsxwrite这个模块 他呢 主要是用来 生成 一个cell格式的 测试报告 那么在使用这个模块之前呢我们一定要首先 安装 安装的过程呢上一节课已经提到了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就来 认识一下这个 xls write这个模块 那么这个模块呢它有下面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 它是支持我们直接写入的 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写入接口 支持合并单样杆 并且呢可以设置我们单样杆的一些格式 第二个支持一些公式 比如说我们一些求和的计算 一个cell中常用的公式呢 我们都是支持的 支持 朝两阶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在里面插入一些图片 第四个 我们可以整理生成报表 一个cell中我们所整理的一些 图形 那么介绍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使用这个模块来操作一个cell的一些基本的 API 我们来看 创建一个cell呢 我们直接使用这个模块的workbook方法 然后呢 我们需要增加一个表 数据表 增加了数据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数据表的 write 相关的方法呢 就可以直接写内容 大家看这个 写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两个方式 第一个呢 是使用 数字的形式 第二个是使用A1A2这种方式呢 可以直接写 后面就可以直接加参数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单格相应的一个宽度 大家看这个set 扣 MN 然后直接设置单格的一个 宽度 然后 保存完之后 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关闭掉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个基本的操作 我们首先要导入这个模块 导入之后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文件 XL等于 它的workbook方法 然后呢 文件创建在 我们的测试目录下 名字就叫做 ts.xls 创建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添加一张表 sheet 等于 xr add worksheet 名字呢 我们就可以叫做 math 创建了这个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 单元格了 sheet the right 真正 我们第1种方式可以直接 按照 数字组合的方式写 0 0 然后呢 我第1个就是我的账号 那么 第2列呢 我们 就规定 它是我们的密码 right的 知名 01 我们规定为是 pwd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两行 它的 区度呢 我们给 设置一下 sheet 的 set clone 这个有点 等会儿啊 操作错误 格式是 a 到b 我们设置 宽度为 30 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基本的操作就完成了 然后呢 xr的close 将这个门键给关闭掉 然后呢 我们打开我们所生成的这个xl 我来看一下 在这个 目录下呢 会生成一个test.xls 大家看这个呢 我们这里有个表是maz 然后呢 我们这个单杆的宽度 大家来看 内幕和pwd已经写进去了 宽度呢 是30 那么后面呢 如果说 我向a2 a3 a4 一直向下加的话 我可以添加我现用的用户名 我这个pwd 可以添加相应的密码 然后c呢 我这边就可以添加我的一个测试 结果通过还是没有通过 d呢 我可以参加这个原因 你是哪种方式没有通过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 基本的一个报表的格式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 在我们 代码的 logmodule.py 中呢 再重新定义一个 类 这个类呢 主要用于生成一个cell 测试报告 大家看这边呢 我已经把这个代码写好了 我们定义了一个 xlloginfo 和我们这个loginfo呢 是对应的 我们首先要导入 xls xtract这个模块 然后我们这个模块呢 定义了几个方法 一个是innet的方法 主要是传一个目录名进来 这个mod呢 其实是可以不要的 主要是为了和上面做兼容 我们把这个可以给去掉 去掉之后呢 我们来看 它生成 文件的名字呢 是以我们当前的日期 加上我们所传的一个pass 加上我们那个后织 所拼接成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创建了一个workbook 创建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对这个进行一个初始化 那我们来看我们初始化 这个方法 是xl innet 这xl innet 接受了一个 你这个表的名字 数据表的名字 是要传进来的 那个数据表 第一行 那个title 也是需要传进来的 比如说数据表是做什么用的 他需要哪些title 第一行 比如说我们传的是 用户名 密码 result 后面是我们的message 他为什么 如果说没有通过 为什么没有通过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第一行的内容 所以说呢 我们提供了个innet的方法 并且呢 将我们那个数据表 它的 宽度呢 都设置为30 然后呢 我们 调用我们这个模块中的 xl ret 方法呢 将我们这个数据 写进去 带来看这个写的方法 写方法中 在这个类 初始化的 在这个实力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 给我们这个实力属性 添加了一个ro 等于0 也就是说我们 给用户提供的就是一个写接口 你不用自己去管我写的第几行 我们这里是依次 向向后写的这个和文件是类似的 我们不提供向前写 每写一行 我这个ro自动加1 所以说 我那个xl ret呢 直接就可以写 带来看 写的话 它是按行的 然后呢 每一 他每一次调用传线的值呢 都是一行的值 然后这边呢 定义一个列 列是从零开始的 一次写 调用的是ret 4-0这个方法 那我们再来看那个 真正给用户的 接口 一个是xl enet 还有一个是xl ret 这个呢 是将这个方法来抽象了 这样的话呢 不然的话 我们就自己还得再写一个 我们统一接口 对用户提供的就是xlenet xlret和xlclose 这几个方法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 本地测试 我们来看 在这边呢 我 创建了一个xlloginfo的一个实例 然后呢 调用了xlenet 他调用xlenet的同时呢 我们也相应的会调用我们这个xlret 在我们的数据表中写内容 写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关闭掉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运行这个代码 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TES目标下呢 会有一个2015-11-08.xls 大家来看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基本的数据报表 这个格式呢 我们后面可以自己设置一下 这边呢 我们就不做这种 练习了 那么有了这个表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来修改 我们的代码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xl loginfo和我们的loginfo 这两个呢 我们能否则的接口统一呢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就 再修改一下我们这个 里面的一些方法 xlret是内部的 我们可以不用管 然后呢 我们这边都是以log开头的 那我们把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xl loginfo呢 给统一一下 我前面给它加上 xl呢 改成log 这个xlret呢 我改成log ret xl的close 我改成log的close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我们其他电用者呢 不管你是电用哪个 这些方法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暴露在外面的接口 只有这个 loginfo 中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就给它定义一个空的方法 pass 什么也不做 就是一个空的方法 就是为了 站位用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 修改 我们这个 loginmodule 切过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 日志生成的位置 大家来看在这里 log等于loginfo 那么这边呢 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类名 给换一下就行了 xl loginfo log等于 xl loginfo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模块呢 给导进来 最开始的位置 最开始的位置 loginfo的时候 我们还要导一个xl loginfo 导进来之后呢 我们再修改一下这个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初始化 log的loginfo 这个初始化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我们可以写 这些页 它里面还有一个表的内容 我们在这里写 我们在这里写 u name pwd 第一行 然后是我们那个result 然后是我们的message 剩下内容呢 我们就不用变 log的close还是一样的 然后再来看写 写方法的时候 这边我们要改一下 message这块呢 我们需要重新把message 总之一下 我们这边呢 组成的一个字符串 那么如果 我们 单独写的话 我们这边呢 其实可以把它 注掉 loginfo 这个message 分别 就是我们的 arg的 you name arg的 pwd 那么我们这个呢 是失败的 所以说这边 我们写一个 arrow arrow的信息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arrow的tsc 拿进来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下一行 如果是测试通过的 我们也把它改一下 这边给它 注掉 然后这边一样的 这边我要 把arrow 改成pass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给清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 重新 修改了我们 那个测试报告的一个生成 把它写到一个sell中了 然后 我们来 运行一下代码 看有没有问题 controlb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等一下 大家 打开这两期 这边呢 应该 也会去 创建了我们的excel 然后输入相应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第一次呢 是通过的 通过之后 我们在它注销 这个时候呢 我们测试结果会写到我们相应的excel中 然后呢 再做我们 错误的 大家看这样一个结果 大家看我这个测试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 我打开我们这个excel 2015 11 -08 大家来看 在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测试报告是不是 就比刚才那个使用文本文件的要好很多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继续把我们的测试报告往上一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 使用 外部java给它抓一幅图有错误的话 可以抓一幅图 或者是我们将我们这个错误的给它 统一的变成红色 那么这个我们来加一下 将我们错误信息的呢 我们统一的变成红色 大家来看 我在这里 初始化的时候呢 增加了一个cell 这种类型呢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有错误的话 我们可以将我们那个背景色 变成红色 那么我们xl write的写的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这里有error信息 说明 我们需要将我们这一行 它的背景色 变成红色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我直接写个空字符串进去 这个是冰箱我们操作的 然后呢 我们就修改了 这 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来做一下简单的测试 我这边呢 大家来看log write 我写的是123 123 error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运行结果 运行完成之后 我们来打开这个表格 再来看 第一行呢 是不受影响的 第二行呢 我们添加error之后呢 这边就统一的变成了红色 然后呢 我们 修改完成之后呢 我们其他的接口是不用变的 因为在 这个 error的信 报表的信息中呢 我们这边会有 error这个关键字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写的时候 我们会检查这个关键字 如果 你这个 error的关键字在我这个列表中 在我这个 列表参数列表中 那么呢 我就会把你变成红色 然后呢 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这个 整个测试应列 Ctrl B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测试结果 打开浏浪器 然后呢 最大化 输入我们相用的用户名和密码 第一次是正确的 后面呢 我们可以 修改一下其他的 注销 注销之后再输入错误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呢 这边会提示错误 继续操作 当我们整个操作完之后呢 现在我是默认已经把浏浪器给关闭掉了 然后呢 我们测试结果完成 下面呢 我们再来打开我们的一个塞尾来看一下 这是个新生成的 但来看 在这边呢 我们这边这个log呢 就会比较明显 第一条是通过的 第二条是错误的 那么这个呢 也有助于我们观看 我这个背景色改成红色的 那么我们可以啊 将我们这个文字之类的也可以改成红色 这个呢 相应的一篇会在我们这个 XL write 它的官方文档上 我这边呢 总结了几个 不是特别的全 再来看 这边呢 我们还可以写日期 写UR 写插入图片 然后呢 合并大量格 我们 背景的一个 格式的一个设置呢 可以使用ad format这个方法呢 用来生成新的 自带物 然后呢 我们可以设置 新用应的 格式 这个具体的一些东西 我们只要 看一下 xr sxt 官网上的一些方法就可以 那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呢 是介绍了 xrsx这个模块 并且呢 在我们的原代码中 添加了 xr loginfo 这个类 然后呢 使用这个类 来 管理我们的 测试结果 将我们的测试结果 以一个style的形式呢 呈向出来 好 那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